1月29日,农历拉月24,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小年,当日举行的2019年长沙活工殿城大描会上,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,一条金龙以翻江倒海之势飞腾跳跃,由来自法国、美国、孟加拉国等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南大学国际学院舞龙队,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别样的舞龙表演,以此祈求新年平安吉祥。 据了解,参加此次活动的21位留学生均来自中南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,就读于中南大学国际学院的舞龙队成员来自世界各地,是一只不折不扣的世界龙。 舞龙队成员吉达斯说,自己学习舞龙已有四年时间,他觉得舞龙这个中国特有的民俗项目不仅可以增加节日气氛,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身体。 我们希望我们对那个舞龙是很感兴趣,在学校里面我们已经参加比赛,我们每次就有表演。 你学了多少时间,现在? 啊,现在可能已经三五十四年多了。现在我觉得那个龙是很好,对身体很好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对庙会上展示的描述歌舞、非议文创等项目都非常感兴趣。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乔纳,就被湖南淮化通道动族自治县民族手工服饰所吸引。 参加此次庙会的在乡留学生,大部分都有在中国过春节的经历。 当被问及是否了解中国春节时,长沙理工大学研疑学生白雅告诉记者,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,无论身处何处,都要在这个时间段回家与亲人团聚,这让他感动不已。 是的,都在中国过年,过春节,中国的春节。 你也了解了一些中国年的一些习俗啊,什么东西的习俗啊,能讲一讲吗? 啊,了解的就是中国春节的时候呢,喜欢去角色,还有呢,跟家里的父母亲都在一起全聚。 还有呢,在春节的时候呢,无论离家,多远,都要回家,跟父母亲在一起,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嘛。